第135节 小桥 没过两天,胡太太又带着胡杰上门拜访,这次是早上来的,说了半上午的话。 您还记得永兴侯府的老夫人吗? 胡太太笑着问宋胖儿,前日去请安,她还说您和齐小姐, 说跟我们家杰儿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位小姐,果然是有缘分的,要是明日有空,咱们去拜会拜会她老人家。 宋胖儿则眯起眼睛想了想,她跟胡家不熟,那年胡家老夫人寿宴,是因为大嫂病着,才让宋胖儿领了顾锦芝去的。 而后顾锦芝还泼了胡姐一脸的茶水,胡家那边的人去顾家告状了,大夫人让宋胖儿说顾锦芝几句。 宋胖儿大怒,说是胡家的孩子是理在先,大夫人见她快要吵起来,就停止了说话,用好语安慰了几句。 而后心里就记恨上了用西侯府,打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,胡家也没有请过她,再后来就去了江南。 老夫人好记性啊,宋胖儿道,怕是记得我家姐和胡小姐打架那件事儿吧,胡太太一事儿都不坏,宋胖儿果真是处处计较。 我家两个小子一个也离不得,我哪有空去显逛啊,宋胖儿又道,您替我跟老夫人请安吧,然后又笑了笑说,你还没有见过我那两个小子吧? 胡太太,胡太太尴尬一笑,说没有,她还没有送礼呢,宋胖儿就将丫鬟去喊乳娘,把温哥和成哥都抱出来,给胡太太瞧瞧。 小时温哥很可爱,两个多月,她已经有点成熟了,双颊胖嘟嘟的,快要掉下来似的。 小时一成哥,则整日的哭闹,吃得又少,依旧偏瘦,瞧着就不及温哥一半。 胡太太夸了一会儿,拿出随身的荷包,打发了两个孩子,一人一个荷包。 见宋胖儿还念着往日旧事,不愿意提起胡家,胡太太觉得启事告辞。 临走前,宋胖儿客气道, 常来坐坐,咱们在盐林府出了五六年,情分不同寻常,我身子不太好,拖大不敢出门,要是染了风寒不得了。 等开春暖和了,我再往你们那边去。 一开始是有些情分的,自从胡结生病,胡太太就把她的好印象给消耗光了。 宋胖儿如今对她也只是表面上的亲热,胡太太如何不知呢? 她笑着道, 哎,那您可别嫌我烦,以后我是常来的,哎哟,我喜欢还来不及呢。 宋胖儿笑,客气了一番,送走了胡太太和胡结。 宋胖儿逗了会儿孩子,自己也乏了,就回了礼物小睡了两刻钟,她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顾景之。 胡太太请不动宋胖儿,第二天就去永溪侯府,每晚都说了宋胖儿的意思。 哎,她心里巴巴的想来,只是身子骨不好,她那么大年纪,生了双生子,着实亏损的厉害。 说外头风寒,一出门就浑身不得劲儿,她也不敢动了,求老夫人宽恕,等开春暖和了,再来给老夫人问安。 胡太太素来在胡老夫人和胡夫人面前激励,这话是真是假,永期侯府的婆媳俩也不去声响。 永期侯夫人道,哎哟,辛苦你了,今日留在这里吃饭吧。 啊,外头刚刚送了只野送鸡来。 胡太太推辞,永期侯夫人却挽留得真诚,最后她知道留下来,和胡老夫人,胡夫人吃了顿饭,这才回了自己的家。 比起永期侯府,比起宋胖儿如今住的宅子,胡家在京师这庭院,着实紧迫的可怜。 不过是一处小小的四合院,前前后后十来间屋子,儿子女儿,胡泽玉夫妻,还有满屋子的丫鬟下人,挤得赚不开脚。 哎,准也该说亲了。 胡太太叹着气,对胡泽玉道, 到时候媳妇进门儿,咱们这院子这样小,可如何是好啊,真不该从阎陵府回来。 他们在阎陵府的宅子不算极好的,却也宽敞大气,如今回了今,这宅子的宅小处处递人一等。 呵呵,想这么远的事儿啊。 胡泽玉笑道, 这儿还没有共鸣,等他成才了,自然该有的会有。 胡泽玉手上还有一些田地和积蓄,要是儿子真的要成亲,另外置办个大宅子还能置办得起的。 只是如今没有必要,就不想花这个冤枉钱。 胡泽今年开车下场,名落孙山,连个秀才也没有中。 他念书用心,功课也扎实。 先生常在,胡泽玉每次考胡卓,胡卓应答也精彩,对于秀才,原是十拿九稳的。 可是临考前几日,孩子风寒发烧,等上了考场,还是烧着的,不知天南地北。 出了考场就昏倒了。 胡泽玉每每想起来,就觉得胡卓时运不尽,心里无不刺痛。 提到胡卓,胡太太也闭嘴了。 不是胡卓不努力,是老天爷不肯帮忙啊。 等胡太太从右溪侯府离开,胡夫人笑着对老夫人道, 只要和宋氏来往,我倒心里不自在,听闻她极其善度,不顾体面的。 她说宋氏儿是事情泼妇。 老夫人想了想,没说话,胡夫人又想起了顾景之。 那位七小姐,喝了节儿一脸热茶的,也是个不好相遇的。 呵呵呵呵,你管他们好不好相遇呢? 胡老夫人笑着对儿媳妇道, 还好喜欢他们,一奉承几句, 接个来往,有什么错儿啊? 听说那位七小姐,艺术了得,将来也许用得着呢, 多扑条路,将来总有能走得着的时候。 当年侯爷看不上东街的大小子, 说地见人家教养出来的,只知道八姐讨好。 还是我说,那孩子会说话,有颜色,将来怕是个人物。 给他几两银子帮衬,他感恩戴德。 如今,那小子不是果然做了官儿吗? 他的眼灵符的政绩,皇帝都夸。 听说是侯爷的足底, 举荐游公,也赏了侯爷一回。 东街的大小子说的是胡泽玉。 胡泽玉父亲当时住在永熙侯府后面的东街。 胡夫人就笑, 呵呵,您老见识员,媳妇哪里比得了啊? 要不我亲自下帖,请了顾家母女来。 胡老夫人笑了笑,慢悠悠地说, 呵呵呵, 也用不着这样抬举她们。 如今呢,不过是太后喜欢,能喜欢几年呢。 过些日子大了,也许就忘记了, 到底没什么家底儿的。 咱们这样的人家, 低着头去请她们。 她们就不知道, 自己的骨头有几斤重了。 她们先傲气起来, 倒以为咱们是霸解她们呢。 胡夫人忙到事, 晚夕, 永熙侯胡泽汉下朝回来。 她来给老夫人请安, 仍是一脸的怒气。 胡夫人就问她, 哎呀, 谁给侯爷气瘦了。 老夫人也一脸关切, 永熙侯恨声道, 还不是顾羊套嘛, 她简直是岂有此理啊。 哎,顾哥老又怎么了? 老夫人笑着问, 你如今也是刑不上书, 这样大东西, 皇帝又该说你不成我了。 永熙侯就猛灌了口茶, 把心里的怒气一一平下去之后, 才缓了缓声音道, 顺天府的服务员暴足, 已经下葬, 皇上让退选为服务员, 我原来跟皇帝说了我的人, 皇上都有首肯的意思, 结果, 今日早朝, 人民下达, 换成了顾炎套的人。 顺天府不同于外地的知府, 顺天府的服务员都是皇帝亲自临选, 虽然做官难, 可是政绩容易被皇帝看在眼里, 稍微有点功绩, 将来就是升迁入六部, 这是个极好的跳板, 前服务员都是下首府的人, 下首府不知道通过顺天府, 抬举了多少门升入六部。 如今, 下首府病倒了, 顾炎套还不是首府呢, 就开始往朝中安插人。 永歇侯是刑部尚书, 顺天府原是他答应了自己门升的。 如今, 他不仅仅在自己学生面前丢人现眼, 朝中大臣也吹笑。 我跟顾氏, 使不良力。 永歇侯说完, 怒吓起来, 而后肚子一阵阵鼓噪。 他忙起身, 告罪了一声, 去了禁房。 老夫人不明所以, 微压地看着儿媳妇。 侯爷这是怎么了? 胡夫人叹了口气道, 哎, 昨日在外头喝酒, 谁知道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 昨日夜里吐了一回, 起来了两回, 禁上朝前还说, 当早上午没事儿, 去太阳院熬药喝, 只怕还没有好啊。 闹肚子不算什么大事儿, 老夫人的心就放了下来。 侯爷爷快四十个人了, 外头喝酒不拒什么, 你也该多劝劝, 要自己多保养。 真喜欢个群儿啦, 家里养两个, 值什么呀。 胡夫人连声道是, 是, 媳妇以后, 定多归劝侯爷。 老夫人这才点点头, 听永熙侯这口气, 在朝市上, 和顾炎涛又有了矛盾, 那么, 请顾家三房母女来做客的话, 值得先放一放了。 永熙侯去了进房, 半天没回来, 胡夫人又想起什么, 对了老夫人道, 东间的那个杰儿, 前任一线, 长得越发标致了呢, 我娘家大侄儿, 也该到了说亲的年纪, 我正想问问您。 胡老夫人就冷哼了一声, 哼, 什么阿猫阿狗, 别往娘家拖, 那个杰儿, 我从小抬举他, 如今, 与小子做官儿, 又靠着侯爷, 我正愁族里, 没有好看的女儿用, 我是要用她的, 也还是给你娘家侄儿, 说个门当虎对的吧。 胡夫人脸顿石头红, 低声道了事。